政府会在下星期开始向长者免费提供快速抗原测试的套装 鼓励他们不时进行志愿性质的检测 细节是如下 由下星期二就是4月19日开始 以下服务单位的60岁或者以上长者会员 或者服务使用者 可以经由大概680个服务点或者渠道免费撒取快速抗原测试的套装 这些服务单位包括地区康建中心和地区康建站 卫生署的长者健康中心 社会福利署资助的长者地区轮舍或者活动中心 受到社署资助的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和单位 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 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队 以及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下面提供服务的盈可服务单位 以及由医院管理局、非政府机构和本地大学三方协作的中医诊所 及教研中心 至于一项接受有关服务单位提供家居照顾服务的体药或者行动不变的长者 服务的团队上门的时候是会带快速抗原测试套装分发给他们的 这个向长者免费提供快速抗原测试套装的安排 暂定是推行至到5月31号 我们是会视乎情况稍后再检视相关的安排 有734宗核酸检测阳性的个案 另外就有538宗抗原检测阳性的个案 总共的阳性个案就是1272宗 今天的个案里面就包括了有12宗是输入性个案